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航空月报第二期 每月关注航空新鲜事 点赞关注的都是好同志 来看第一则播报 这几个月呢 很多同学都来问我 航班总取消是咋回事 刚开始啊 我以为是这个航班是有计划要飞 因为特殊情况才取消 不成想我自己6月底出行的时候 就遇上了这么个事 于是研究了一番 发现原来飞旺季 确实有很多僵尸航班 目前暑期较少 但旺季过后 它们可能又会出现 想要避免航班取消 首先就要避免这些僵尸航班 那啥叫僵尸航班呢 这个词啊 是我自己发明的 就是指那些航班 它压根就不飞 但是会出来放票 你能正常付款买到 让你以为行程妥了 等到要出发前几天才取消 打个措手不及 怪不得小伙伴说 买一班取消一班 买一班取消一班 如果你买了那趟僵尸航班 那无论哪天 那个航班它都不会飞 要不是我有职业病 买机票都喜欢查它的 实际飞行时间 我那趟旅程估计也就泡汤了 我当时是提前20天买的机票 过了几天要安排租车时间 就寻思着 看看落地实际是几点 因为实际飞行时间 一般都比计划飞行时间要短 一查前面一个月 这个航班它就没飞过 取消率是百分之百 问客服都说按通知为准 我就知道 这航班铁定是飞不了了 得赶紧重买 但是我还不能退票 因为自己主动退票 是要收取手续费的 所以我只能等它取消后再退 航司原因取消航班 才能申请全额退款 这钱也就白白耽误在那大半个月 你说说 这要是买了僵尸航班 得多耽误事 所以天气等不可抗原因取消 我们是没办法 但我们至少可以避免这种 注定取消的 如何避免呢 那就是用一些第三方软件 查你要买的航班的取消率 尽量买取消率低的 百分之百的 咱绝对不买 我自己习惯用的是某蓝色软件 问为啥航司要这么讨厌 卖僵尸航班呢 有人说是为了在淡季保留航权 有人说是为了流动资金 谁知道呢 我都不知道 这是不是能说的 反正已经说了 总之咱尽量就别买它们 耽误行程 耽误事 提醒大家 平时买机票 最好养成查取消率 和实际飞行时间的好习惯 咱尽量不做大冤种 OK OK 第二则是7月初 国内四家航司宣布 向空客订购 A320neo系列飞机 共计292架 价格总计372.57 亿计在2023年至2027年 完成交付 买空客不买波音 是不是证明波音不行啊 这个问题 我自然是没有资格回答的 因为对比飞机安全 要从很多维度的专业数据来看 而且它们两家 还有各种不同型号的飞机 总不能窄体机 跟宽体机一起比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 咱买这么多飞机 意味着啥呢 我觉得至少释放着一个信号 那就是这些航司 对未来市场的复苏 有一个预期在 专家也称啊 未来市场还是很乐观的 中国民航的长远规划 仍在继续 谁说不是呢 咱们都期盼着中国民航 早日恢复往常 有人质疑了 啊如此会不会影响 咱C919的销售啊 业内人士称 咱国内市场需求大 买个几百架飞机 还不至于冲击到它 况且C919 目前尚未交付 所以短期内市场 仍会以空客 波音为主 等C919开始交付 咱再看看这些窄体机 同台竞技的结果如何 安啦各位 紧接着是一则 铲屎关门的好消息 那就是吉祥航空 在7月中旬 出售了全国首个宠物 唱飞卡 售价6666 一人一宠 全年10个来回 宠物包机唱飞 现发999张 不用看了 目前已受庆 告诉大家这个消息 是想给大家提个醒 我觉得以后肯定还会在售 有心人可以持续关注 这个票 它好就好在 宠物可以和主人一同进入客舱 这样就避免了很多宠物托运 带来的风险 而且它是邪宠人士的包机 如此也不会给 不喜爱宠物的人群 带去困扰 缺点就是出行时间 是有所规定的 但我觉得可以接受 并且我觉得 这件事的意义就在于 给咱国内民航一个启发 国外很多行司 其实很早就允许 非服务型宠物进入客舱了 目前咱国内 主要还是只允许服务犬进入客舱 比如导盲犬之类的 其实随着养宠人士越来越多 携宠物出行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一些宠物托运事故频发 那么携宠入客舱 这个市场说不定还挺有发展的 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航司 加入宠物唱飞这一行列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下面是国际板块 据报道 7月21日 土耳其太阳快运航空 由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飞往德国杜塞尔多夫的航班上 空衬在机组餐吃出舌头 而且是吃到一半发现的 老天爷 如果是我 我真的会想去死一死 在惊吓之余 该空衬气得拍一下画面传到网络 引发了热议 事发后 杭司表示无法接受 调查期间与该杭石公司暂停了合作 并称啊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相似事件 之前就收到机组人员多次投诉 说在餐点中发现了蟑螂和蜗牛 然而该杭石公司强烈否认义务来自他们的加工场所 尤其是厨房 因为他们的食物都是经过280度高温烹制的 就这还能推卸责任 我也是服了 怎么了 舌头就不能耐高温了吗 什么逻辑 一整个大无语 求该名乘务员的心理阴影面积 虽然吧 我一打开飞机烤箱就想吐 但是讲真这么多年来 我还真没有发现过任何餐食里面有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必多虑 小概率事件 下一条 都知道今年世界杯在冬季举行 卡塔尔航空为了迎接世界杯准备扩大招聘 他们预计11月到12月将会有140万人飞往多哈机场 都知道目前国外航空业在迅速恢复 整个过程中最大的阻碍恐怕就是运营人力不足 所以估计中东的航司接下来都会陆续开始招聘 这不阿提哈德航空这个月已经展开了中国籍成员的招聘了 目前网络出报名已经结束 想去的不用急 中东这几家土豪航肯定是陆续有来啊 感兴趣可以持续关注FASCO发布的相关信息 最后印度联航于7月初在其推特账号上公布了机组制服的完整外观 除了色彩明亮以外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的空衬这次搭配的是运动鞋 据说在印度的航司中还是第一次 还记得去年乌克兰航空制服改革时也换了运动鞋吗 讲真我觉得空衬们就没必要穿高跟 为了啥你说是不是 好本期航空月报就到这里 欢迎积极投稿讨论听完不点赞 更新路漫漫 航空月报咱们下期再见